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百年的乡村 一百年的艺术 一百年的历史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头去看一下的 那么在这个栏目之前呢 我已经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学术主持郝清松博士来做过一期节目 可能下个星期就会播放 那上个星期呢 我邀请到艺术家王鹏先生已经做了一期关于计划生育跟艺术之间的内容的节目 今天我会跟您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说 一个北大荒囚徒的狱中会画 就是一个囚徒怎么会在狱中画画呢 可能就说您会有一些问题需要问一下 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视频的时候 他就很无意的说 说严正学老师在这里 我就特别的激动 因为严正学先生我跟他素不相识 但是我已经听闻了他很多的故事 比如他和他的夫人朱春柳女士 共同塑造了张志兴和林昭女士的像 那么在中国的美术史上 思想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情 那在今年的1月7日 严正学先生的个人画展在北京举行 我看到了华永先生的那个视频 他就介绍说这些画都是 严正学先生在北大荒劳教的时候 在狱中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画出来的 而且为了逼他少说话 少揭露政府的丑恶 曾经有六个禁棍 奠击他了三个小时 我听到的时候可以说是毛骨损然 一个艺术家为什么要 他有什么样的罪要这样对待他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惊人 而且非常的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也就是希望有机会 严正学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 他在北大荒的经历 他经历过什么 他又怎么样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画这些画 这些画又怎么能够得以送出来 又怎么能够得以跟今天的观众能够见面 就是我自己的这种疑惑 疑问 想问的问题也都是非常多的 那么当然更令人震惊的就是说 两人非常吃惊的是严正学先生在牢教期间 可以说生活都是非常的艰难的情况下 他的画给我们一种这种视觉和心灵的这种震撼 他整个画面都是很大 而且那种构色非常的奇特 用的颜色 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 今天当然很多艺术家画点山水 古典人物 可以卖很多的钱 很有市场或者是能够当官 就是跟今天的生活 跟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毫无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严正学先生的话 他是发自自己的情感 发自自己的心灵 发自自己的灵魂 那么在中国美术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致 尽管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 可以说是老人了吧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和这种斗志和这种百折不挠这种精神 就永远好像是用我们北方话有点二杆子吧 用他夫人的话就说我这个先生就像一个唐吉柯德一样 一辈子都是一个风车的战士 哪怕头破血流也要继续做 我看到严正学先生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有点眼泪在打转 一方面我觉得特别的心疼 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要遭受这样的酷刑 他只是要画画 只是要表达 他没有杀过人 没有放过火 那不是一个罪犯 一方面呢 我又觉得这种敬佩之心 真的是油然而生 那么今天呢 就是说比较高兴的是呢 今年呢 严正学先生比较顺利的在朋友的帮助下 举办了个人画展 那么在5月27日的这个旷野中国百年春宴的时候呢 严正学先生也有束缚作品 能够在非常大的场合跟观众见面 但是呢 当然不这个有幸的同时呢 也是不幸 这个画展在20天的时候 本来是要到9月份才关闭的 那么现在已经就关闭了 那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背后的故事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那么我见到严正学先生的时候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来我们的历史明镜做客 你有没有什么担忧啊 那严正学先生就非常的豪爽 说我都监狱也做了 老也做了 也被别人都打 电击都电击过了 做个节目还怕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严正学先生好吗 你好 严正学先生您好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栏目 那您跟历史明镜的观众打个招呼好吗 你好 主持人伊娃 还有那个历史明镜的贵重 我向你们问好 今天是特别开心 一方面国内的嘉宾比较难请 再一个呢 就是说请到一位特别有精力的一个 有就是说艺术方面非常有造诣的这个艺术家 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啊 那么我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严正学先生的简历吧 大概介绍一下 那么一听口音呢 大家都可以听得出来 严正学先生呢 是江南人哦 那么他是出生于浙江省的海门 1962年呢 他就毕业于 求学于浙江美术学院 那毕业以后呢 他有20多年的流浪生涯 那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甚至说很多年都在新疆的埃尔泰地区 那我觉得他的心里特别奇特 那么在以后的机会呢 我就希望能够继续邀请严正学先生给我们讲讲他在新疆的经历哦 那么在美术史上就称严正学先生为中国的第一位盲流艺术家 1988年的7月呢 他在中国的美术馆就举办了他跟他女儿的严银轰的妇女两代画展 他的女儿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 那么他同时呢 当被推选为中国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 我不知道严老师还当过高官哦 这个经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那在1994年呢 他就带头抗议这个当局对艺术的打压 就被他送到 因为那时候是反对自由化之类的 被送到了北京的双和劳教所就去劳教 那么在2003年呢 这个9月24日 严正学先生呢 来到美国 我听他说在法拉盛吧 在纽约的法拉盛举办了严正学狱中画展 这个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 那2006年呢 严正学先生呢 就被判的颠覆罪逮捕 现在好像以前叫反革命罪 现在叫颠覆罪 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就会颠覆哦 严正学先生你看满头白发靠什么去颠覆 我也搞不明白 那么就被判刑了三年 又蹲了三年 那2009年严正学先生出狱以后 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就跟他的夫人朱春柳女士一起雕塑了林昭和庄志欣的双雕像 这个在北京的文化界引起了轰动哦 那在以后的节目呢 我会专门做一期 严正学先生雕这两座雕像的前后的经历 那2018年的1月6日呢 严正学先生开办了 在北京举行了各展 那5月27日呢 就参加了旷野百年中国相见 那就是说严正学先生 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 我们聊一聊 今年您的作品参加了这个旷野百年乡村的这个艺术展 就说您有哪一些作品参展 就是说他们是怎么样选择的 就是说请您先讲讲这次展览好吗 好 谢谢主持人 我参加那个旷野百年中国相见的艺术展呢 是那个衰浩是评论家衰浩先生邀请我的 然后呢 当时他们也挺挺害怕的 因为毕竟我被打上一个标志说我是颠覆国家政权的画家嘛 听说呢 听说呢 有些人因为我参加他们就不敢参加了 但是呢 因为虽耗 虽耗那个 跟那个好轻松啊 还有那个牛和硬 就是那个 就是办那个画传的那个企业家吧 叫牛和硬 他们一直坚持下面呢 我呢 就是比选上了 我参加的作品呢 将近一个十来货吧 都是在北大荒强霸劳动教养的时候呢 在监狱里面画的 这些画呢 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啊 就没有公开的在大陆转览过 就是这个画从那个百大荒带出来以后 我卸放了到北京第三天我办过一次转览 然后呢 以后在美国办过一次转览 国内呢 就基本上他没有让我的作品呢 参加任何转览 所以这二十五 四分之一个世纪嘛 就将近二十五年嘛 就这样 我都是没有能够参加那个 任何那个 一切的那个艺术展览 所以讲呢 也就是长期比它们封禁的 因为去年呢 参加这个展览呢 也是 就是这样 也是一个偶然因素 我跟那个北京市公安局跟他们交涉以后 才举办了一次我的个人画的 就是去年 好的 那么就是说您的作品 如您所说 有四分之一个世纪啊 都可以说隐藏起来的 就是你个人也不能参加一些公开活动 那么就说这次呢 在这个乡旷野这个美术展场的时候 您的作品 就是您个人也去参加 那么就是说专家和观众怎么样评价这些作品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请您讲一下 我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就这样 他们专家跟那个 龟仲就很吃惊 就这样 因为我在 你关在北大荒墙 把劳动教养 在这么长的一个 两年多时间内 能够在监狱里面画出这么多的话 他们感到很吃惊 很吃惊 嗯 那么就是说到您的个人创作 那么今天呢 借此机会 我也想回顾一下您的非常重要的另一个个人展览 就是在今年的1月6日 我记得是冬天 我记得那个高云女士啊 杜光先生啊 还有帅好先生啊 就很多的这种社会上的 著名的知识分子 都参加了您的展览哦 那就是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画展的筹备 是不是顺利 嗯 怎么样选地址 就是说有多少幅画 那么中间有些什么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的 谢谢主持人 还能关心我 在去 就是2017年12月份参加的转览 就是这样 当时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 北京宋章啊 有个艺术家叫追魂的 他呢 要办一个思想转 然后呢 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那个转览 那个转览呢 就是这样 有十类个画家 就是有十类个画家参加的嘛 我呢 就送了一幅作品 乎那个五十公分高的那个林昭的那个铜像过去了 嗯 去参加转览 两天以后呢 追魂说呢 思想转 因为我参加被疯了 嗯 然后呢 我就跑到宋章去了 我查了那个躲在门口的所谓这些 那个封锁 就是封镜转览的那些人 他们呢 是村委会 虎伟业的 那些人都是这样 好像是 这个展览不能开了 怎么样 然后我到了检听以后呢 追魂进入接受魏媒的采访 追魂说呢 因为郭宝警察突然 昨天有视觉 风觉 拍着手 还有文化警察大队的人来 郭宝呢 说郭宝主要经代颜政学老师的作品 因为他是重量级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画家 堕固牢 盼固刑 所以思想转呢 比风转了 他是这么介绍的 我当时就很吃惊 我说 追魂 你要是这么说 我以后任何一个转览我都参加不了了 我说你给我这么说 然后我说 那么多媒体都转载了 都已经播了 那个明镜也采访他了 追魂说 这是好事啊 他讲 风转是个好事 特别好的事 他未没采访 几十家媒体转载 思想转载 因此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实践 我说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但是呢 我当时我就很生气 我就马上给北京市公安郭宝打电话 打电话抗议 我说 你们怕什么呢 我说 我春月都六七年了 拨得政治权力时间早已经过去了 我说 我的话就对表我的言论自由 凭什么你们说封 就把转载给封了 他们决着否认 他说他们没有封 他们说他们没有封 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行为意识 控诉 质问 通知公安局 我说 你们不但把转载封了 还把我这个灵灶的青铜雕像弄到厕所里面放了 我说 这是对灵灶对我作者的一种侮辱 然后我做了一个视频就发到网上去了 我说 你们公安怕什么东西呢 但是呢 公安他接着否认 他说 有人跟你挖抗他 我们绝对没有把那个灵灶弄到厕所里面去 他就否认 他就否认 我说 那好 我说 你必须要给我做一个故事 因为我说 我参加转轮 你们说这个转轮因为我参加了封了 那等于说 我就不能参加任何一个意识转轮 所以我说 你必须要让我做一个个人 我说挽回 因为我参加封轮的一些影响吧 北京市公安局呢 当时他们接电话 他说 我们向上面请示吧 向上面请示吧 我说 你们几人否认是这个转轮 不是因为我参加封的 而且你们否认是没有封的转轮 于是呢 我当时就跟追魂说了 我追魂 我说 北京市公安局呢 他否认封了思想转 所以今天呢 我说 门口那个在抖的人呢 我说 他们也就是说是无业的跟村委会的 我说 不是说什么市局的 崩局的 还有派出所 文化警察大队的 我说 你们以后下次他们要来找麻烦 你必须要查他们的揭发政委 然后呢 我说 我现在已经跟北京市公安局 我说 刚刚跟他抗议交涉了 我说 如果北京市公安局同意我办个准 我说 我建你这个场地啊 我就转来一天到三天 挽回对我的企业 我说 我的影响 最后当时说 好的 他说 必须的 私就同意了 我这个场地就让你提供给你办个准 就这么说 想不到那么快 抗议了以后呢 没有两天呢 市局就同意我做过准 但是 他变惯了 他说 我不能提供给我场地 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反映他 他害怕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走投无路了 找到场地就没办法去办那个准了 所以呢 我就刚刚好碰到飓风 那个是诗人 飓风 飓风是六四的贵州学生领袖 他也住在宋章 他是个诗人吧 诗相家诗人 我刚刚碰到他呢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了那个情况 然后呢 华永也就在旁边 还有老圆明园的艺术家徐诺涛 还有那个郭敬明他们都在 他们说 要给我办话转 他们马上就借过那个汤手山芋 他说这个 我们帮你去办吧 然后呢 飓风呢 他挺有想法的 他就马上叫我写个必案的报告 等于讲呢 我们要先给派出所闭个案 华永呢 开车 华永当时呢 刚刚好 因为报道了那个 讲经话呢 报道了那个 给那个低顿人口 然后呢 被公安呢 抓起来了 然后刚刚给他协放回到北京 就是第二天吧 就这样 然后他们就很热心的说 要帮我办这件事情 然后华永呢 就开车 我们就到了那个松章派出所 找到那个经纬黄丹 那经纬的名字叫黄丹 我们把那个 一个币案的那个条子 就是币案的那个一张要的文件 就是交给他 郭子呢 就拿了那个协项的东西 当场就是派出所 把那个币案的个情 把那个币案的故情都拍下来了 他说 我们跟他说了 我们也是做了币案 我们交给你是币案 并不是说我们要先请你批诊 或者是允许我办化转 办化转是我个人的事情 第二个是我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向你办化转 我就是给你逼个案 你管不管 或者是你要是 就是跟你逼案了嘛 就是这样 然后呢 并不是说 向你先请批准 或者希望得到你允许 就是这样 把那个以前这种 装这个颠倒过来的 我们 搬化转是 就是光明精大 关明堂皇的 我们就是要搬化转 我们就向你 逼案了 我们这几张作品的照片 还有那个东西都给你了 那个经纬呢 那经纬呢 也就没办法 他就接下去了 他说我们向通州 向上面公安回报吧 就这样 这么一个解释吧 所以这样呢 我说我们呢 就是已经 马上开始了 嗯 所以这样呢 下面接下去 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 艺术家嘛 都在帮我忙嘛 然后觉得我也很不容易的 十分之一个世纪都没有办法转 然后最后那里又办 又是我 又是我参加那个时间转一个疯了 大家都很很支持我了 然后华佑呢 说要给我找个很气派的那个转管了 他找了那个胡杰报 胡杰报呢 胡杰报呢 就跟我要求呢 要图片跟文献 就是我的文字资料啊 跟那个图片 我就讲 我就把我的图片 跟那个我办转来的一些简家 就是介绍呢 我就发给他了 胡杰报马上给我发短信了 他说你的画比画多 就是这样 画前面画是这个讲画的画 后面是图画的画吧 说我就是这样 画比画多 就是我嘴巴多了 就这样 然后我一看 发错了 我把纽约办画转的简 就是介绍啊 发给他了 那里边呢 有袁正学画的特别人权英雄奖 还有魏京生中国民旨斗士奖 还有中国文化 中国自由文化 文学奖 和自由文化人权奖 有好几个奖呢 都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我也想一下他错了 他错了也没办法 就这样 回到宋章以后呢 就这样 交给他了呢 交给他了呢 交给他了以后呢 然后呢 第二天 郭宝就来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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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老爷爷他说 你已经够敏感了 你现在又找了 比你更加敏感的一个 预风跟华勇 你让他给你办转染 我说 我说我没地方转染 我只能叫他们帮忙 给我找强帝办转染 他说 你知道那胡吉报是谁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 胡吉报是宋章的 党委书记 现在是 现在是艺术家 什么 党书记 就是宋章的那些艺术家 他是党书记 我说我看错人了 我说胡吉报把我给卖了 我说反正也就是这些情况 你们也都知道 我说无所谓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以后就是这样 胡吉报那个强帝 他肯定不会 就是租给我啊 然后他们就马上就 另外找地方了 而且呢 华勇呢 也表示了 因为不是公安说 那个 比我还要敏感的人 帮我做退休 在幕后 给我车祸办转染嘛 嗯 华勇当时就说了 他说我在幕后吧 他说 嗯 这要转染办成功 因为当时华勇影响非常大 然后公安也订得比较紧了 然后华勇呢 马上 他 知道我也比较 经济上比较穷嘛 他马上把那卖画的那个三万块钱 打到我的微信里面 我说我不要 我说我自己有想办法 他一定要我收下他卖画的钱 然后帮我去办这次转染 但是警方也确实没有 来找过麻烦 就是这样 他们也知道 嗯 对我 只能这个样子 不能 呃 知道我也会 不依不饶的 所以讲呢 他们把枪口 抬高一寸 一直从1月6号起办到 嗯 办了 六天 一个星期吧 六天吧 七天吧 以后又增加了一天 因为参加人比较多嘛 又增加了一天 办了八天 但是警方呢 确确实实没有来 找任何的麻烦 也没有说要来封存 也没有说 要把我哪个话要给我撤下来都没有 嗯 嗯 那转染过程呢 就基本上是 而且还嗯 可以人讨会 因为警方也挺关心的 就他们统计 第一天就有百多人 就警方统计的 然后他也说了 你都找些那么敏感的人来 我说大家看到我办话转 大家都来嗯 嗯 参加我说 我要感谢他们的好意 我说 嗯 敏感不敏感 我说 这是从你们那个角度说的 他说 你想高瑜也来来 我说高瑜本来就是 中国 中国美学家协会的一个 原来他就是一个 专栏记者 我说他们当然要来关心 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好的非常感谢严靖学先生 给我们讲这么多的幕后故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要说一句 真的很钦佩华永先行啊 当然我说感谢真的 我没有资格讲 一方面我觉得他真的是有这种 狭蛋易感啊 就是说他也曾经说 他说我这个人是不在乎钱的 但是我觉得他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一个老艺术家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钦佩啊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 不但自己去面对社会的不公正 在一个老艺术家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就是安前马后的带着严正学先生 去找公安局交涉呀 还要出亲自出钱 他自己也不是说那么有钱 他也是个流浪艺术家嘛 那么华永先生呢 以后有机会呢 也请华永先生来给我们 他的嘴巴也是很会讲话的 以后呢有机会 当然这次个展呢 昨天我还看了录像 就说那么多的所谓敏感人物吧 高宇先生啊 高宇女士啊 杜光先生啊 甩浩先生啊 王鹏先生啊 还有华永啊 就是大家都给严正学先生 开了一个研讨会啊 那么在以后的机会呢 我们再多聊一聊 那就说严正学先生 您给我提供了一个录像 因为已经上YouTube了 我们今天不能用 当时我看到北 你那时候还比较亲世 我还比较年轻 头发长长的 公安带着你 然后你就那样像是 像一个英雄一样的扬着头 就从那个走廊走过 就是说给 那是中央电视台拍的 还是北京电视台拍的 我觉得那个资料 特别的珍贵 当时这个影像 有在公众场合放吗 当时就说 为什么要把你抓起来 那是在1993年是吧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那个录像的来源 就是您仰着头那种的 请您讲一下 请您讲一下 严靖学先生能听到吗 能听到吗 通过 COL-AM tre remain 脸老师能听到吗 林老师不听得 unable 已经 debate 快了 林老师尬这个 说不定 当然 当时 因为 我 就是这样 在圆明园、花架村 丢了 然後當時因為1964以後很多人都有逃避現實的心退 包括我們這些藝術家也是我們就是講這個時代就是太狠暗了 你看1964這麼對學生、對市民進行 那麼多人就死了那麼多人是坐牢了 所以我們藝術家當時還挺灰心的 都想找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去畫自己的畫 就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心退 然後在圓明園那個地方拒絕了葉波藝術家 以後被那個新聞媒體發現了 他們覺得我們也就是經過了8964的經驗 大家也覺得這個意思逃避現實 所以另外一個地方就像自己去畫自己的畫稿、自己的創作 他們很感興趣就把我們這個地方採訪進熱點了 很多國內衛的新聞媒體都來採訪 採訪以後因為反面的作用公安就定上了 公安一看這麼多一家 當時也不是很多就是幾十位藝術家 也就是流動性的 今天有這麼一波人 明天就是這樣又換了一些人 然後公安覺得這些人不是挺正常的 或者是很安分的 因為我們可能藝術家也不修蝙蝠 然後頭髮長、鬍子長 也拉拉叉叉的就這樣他們也看不慣 然後可能是他們白天睡覺 晚上起來畫畫或者是怎麼樣 所以講公安覺得這是個需要嚴格控制的地方 因為我們當時在佛源門 佛源門那個地方就是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跟中國人民大學 這個幾個大學的中間就這樣 就這樣靠近那個原原 也比那個 報紙清華原民原花家村嘛 這麼一個情況 而且我呢 嗯 就比他們呢 特區為 村長也就是教教的就是 也就是這樣這麼好像的旗號一樣 因為我年長大 他們的事情會在找我 這麼一個 情況在原民原生活就是這樣 就開始了這一段生活 你當時那個錄像是北京電視台拍的 還是中央電視台拍的 就是說幾個警察扭著你 你仰著頭走路那個 有公開播出過嗎? 公開播出的 這是哪個台 是那個北京電視台 北京電視台 它是用中文 也是在英文那個電視台上 那個 就是翻拍下來的吧 是英文的 是英文 講的也是英語的 那當時他給你一個什麼罪名呢? 因為當時警察抓著你 在我們老百姓看來就是又抓了一個壞人 就說給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罪名當時 他當時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有這麼一個故程 就是1993年年底 因為我們就是93年的時候 在北京大學三角地 辦了一次原民原畫家村那個畫家的那個 所以講呢 因為這北京大學三角地辦了那個畫展以後呢 公安就更加注意我們 因為這個三角地是 中國政治風暴的一個 一個中心 當時就這樣 他們覺得六四 八九六四以後 對那個 對那個北京大學那個三角地 是比較看重的 所以我們轉眼 就辦了一天到 到那個當天下午呢 就給我們 就是 還沒到時間 就把我們 給 要求我們 然後呢 因為 因為 公安對我們那個關注呢 所以講呢 這個轉眼以後呢 有些那個畫家呢 就到我這兒來 他說老爺 他說我 在 原民原 什麼事情也沒幹 我就是畫畫 他說 已經 有人 到我老家去調查我 我 有幾個畫家 他有呢 公安的 人家調查他 一面人說 他說你兒子在北京啊 有什麼事啊 公安在這裡調查 跟他們說 我說這是 他們 一種 周行為 我說 他調查 就管他調查 沒關係的 但是公安 確確實實實 把原民原話 在村上 看清 是一個 安定的地方 所以 千萬方面呢 要找 找理由 想把那個 畫家村呢 驅著出去 雖然 以後 他們 看到 宋章以後 發展了 文化什麼 什麼 原區啊 比較那個 海淀 海淀那個政府呢 還想邀請我們這些畫家呢 回去 但是我們都不願意回去了 說是你 政府要向我們 認錯 你當時這麼殘酷的把我們 撵出去 把我們抓到派手 撵出去 把我們 打了 把我們 就這樣 對我們 這麼那個 突破的 然後我們 我們 肯定現在 你說叫我回去 我就回去 是這麼一個故事 以後呢 他就 報紙上也說我是村長嘛 實際上這村長就是嘴巴狠狠的 就是跟那個七號差不多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 也去調查我了 調查我呢 當時呢 調查我呢 93年那個春節結盟 元旦以前 辦了那個北京大學那個轉演以後呢 他們去調查我 我當時呢 在我老家台中呢 那就是一個 就是 社家協會的一個會長 然後什麼背景也沒有 他們也調查了 知道我什麼背景也沒有 就是一個 普通的一個畫畫的人 然後呢 到了四個份呢 我當地那個 人大 給我打電話了 因為不是我 我這畫家村 被採訪了 然後 然後也就是這樣 有點 有點小名氣了 當地呢 剛剛好是會見選舉 他們的老百姓的聯名 把我給選進人大隊表了 把我選進人大隊表了 然後那個當地那個人大什麼 人大什麼常務委員會 給我打電話了 他說老爺 他說 那個 當地 當時他叫交江 他交江老百姓 把你選進去 人大隊表了 你來 參加會議吧 我說 我不願 舉手 我說我還不願意去參加 人大什麼 會 沒關係 我說 我說 免了吧 我就給他推辭了 推辭了 到了六月呢 然後 我回老家去了 以後呢 他們還是給我一本 人大隊表證 當時說的挺好的 他說 老百姓信任你了 用什麼車子啊 去下面 烤餐 還都可以跟你方便 我說我沒有那個 這方面的要求 說我不願意當機器 這個人大 也就是這麼一個 發架子 然後我就推了 推了以後到了 等我回來到北京以後呢 那一天是7月2號 我女兒呢 在中央美術學院 助教班啊 她那個 她那個 進修的 她那個 作品呢 參加那個 中央美術的一個 一個 轉 然後 我 當天 去K幕的時候 我就參加了 參加以後回來比較晚 晚了 我也不知道 我呢 已經 必須跟蹤了 公安也了解我 他是那個元旦 去檢查的嗎 我就是個 普通的一個 一個 一個花花的人吧 因為他知道呢 我已經 比老百姓 選情那個人大 對比他這一點 那 K3月3月以後嘛 他們沒有調查到這個 情況 所以呢他 那天晚上 他對我動手了 就講我到 我清車子回來的時候 到北京大學 西門嘛 應該從這一站下車 我然後就走過去 到 原門 那地方下車 回到我們租地去 他 我發現呢 我到那個地方呢 我下車的時候 他就把我門 給關了 不然 讓我 讓我下了 我從後門也下不了 因為當時呢 我們也不知道 當時還 還 那些便衣我們也搞不清楚 就這樣 跟我跟蹤了 跟蹤了以後呢 車子 開過101 中 我就 我說我要 你為啥不 他也不說 然後到了那個 嗯 到了那個 那個 汽車那個總站 就是在那個 圓明園 東門 東宮門 那個地方 他是總站 然後到那個地方 下車的時候呢 我還沒下車呢 上來 三個警察吧 他就打我了 他就打我了 就拿那個 當時 當時還沒電警棍 當時他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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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棍啊 就打我了 我說你憑什麼打我啊 嗯 然後呢 我一想 我還是個人大對表 我說我是人大對表 他說你是人大對表 也要打 他就為什麼 他調查了我 不是人大對表嗎 那時候調查的時候 我還沒有那個人大對表 他可能是這麼一個想法 然後就拼命打 我也是 嗯 南方人 但是我台中呢 台中人都是性格比較硬的 這樣 他打一下 我就數一下 他打一下 我就數一下 第一次打了我30警棍 第二次 打死了嗎 打我40警棍 就打了我 最後就趴到地上了 趴到地上了以後呢 然後 我都嘔吐了 他說你吐在這裡 你要把我吐出來的東西 撇了吃了 就是這種意思 王八蛋簡直是 真是王八蛋 很蠻橫的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呢 看我有點 暈過去了 可能是支持不住了 然後 那個好像是指導員 老一點的從裡邊出來 他說 他說我跟你 開了 他是 靠著手銬打的 靠著手銬打的 然後呢 我就 開了手銬以後 我就暈過去了 他們就把我拖出來 扔到圓民園 扔到那個 那個醫護院門口 就是那個 原來那個地方有個牌坊 扔在那個地方 扔在那個地方 扔在那個地方呢 他們就不管了 以後呢 有四五點鐘時候 有出來賣豆漿啊 賣這種 嗯 小食品的 那些小商販啊 看到我 就把我送到西院醫院 然後 就送到醫院去 去 看病了 看病了以後呢 把我呢 反正那些老百姓 也挺帥帥的 我看到我 我被打了 然後呢 我第二天呢 當天呢 我就 回到家裡邊 以後呢 我就給自己 撒亨阿哥都拍了照片了 拍了照片以後呢 拍了照片以後呢 然後第二天呢 我的朋友 朋友都來了 來了 他們就陪了我去 那個 那個 桑魚樹嘛 海澱 海澱公安 覺得那個紀檢 在那個地方 向他們反映情況 然後 當時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你是人大對表 你為什麼 不把人大對表證拿出來啊 你對表證 往桌子上一放 誰還敢打你啊 他是這麼說的 然後旁邊的記載都聽到了 我也跟他說了 我說那人家對表不能打 老百姓就能打嗎 我說我 我被打了我說 你還是說我沒有 打這對表證 願過 但是這個是他們那種 思想裡面 這種 就是一貫的這種 這種 認知的那種 就是這麼一個強大的柔氣嘛 然後呢 因為我當時 一個是 花家村的那個 村長 他們喊了我是村長 又是媒體比較關心的人物 第二個呢 突然之間我又是個人大對表 所以這雙重的興奮呢 是他們呢 媒體呢 都特別關注我的事情 然後呢 國內幾十家那個 報紙啊 國衛的報紙 都 登了那個 警察打我 打人大對表 然後呢 我當時就 起訴了 北京市公安局 因為他派出所呢 是個派出機構 他們私人 把願意要迴避說 我起訴北京市公安局 然後就寫了 就是這樣等於 把派出所做被告 我是派出所 我沒資格做被告 至少要是海澱 峰區做被告吧 就等於這樣 我把他們給告了 告了以後呢 那個案子列下來以後 當時呢 那個行政庭的庭長 還是挺好的 他跟我說這個案子 我一定要好好地判 然後你把你老家的電視台 都喊得來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以後他也頂不住 上面壓下來 就這樣 那個案子一直不開聽 就突了 一直突了 最後呢 好幾個都不開聽嘛 而且他也沒辦法開聽 因為我覺得 這個當時的那個 刑判長就這樣 行政庭的刑判長 還真是有點 所以我今天 比較想把那個案子開下來 因為我 我從他辦公室出來 他也不好說 他跟了我 他說我一定把你的案子 好好給你開判 但是他也沒辦法 他很輕鬆 畢竟他是 官方的範 只是那個 對表他們那個政府 然後以後 他倒是新官了 以後 當了那 海澱法院的院長 我以後因為打了官司以後就被送到北大荒去了 就是因為我起訴了北京市公安局 我當時就是說我是個畫家 我說我要用行為藝術去檢驗中國的法治 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 就是這麼個心碎去跟他們打官司的 但是這個官司一圖 圖得很長 圖得很長 圖了五六個月以後他們給我卸了個圈套 因為我們那些畫家都是在北京大學舌堂裡面 買了飯票在那裡吃飯的 那天我去北京大學打飯去了 買了飯準備回家去吃飯 我騎了自行車去的門 我把自行車停到買了飯以後 現在我都記不起 公武社堂門口我把自行車就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自行車都比較差也不需要數 我就放在那裡 我出來的時候發現我的自行車沒了 我的自行車沒了以後呢 我就在那裡喊了 我說誰把我自行車騎錯了 我一看也沒有人了 都已經買飯都走掉了 我旁邊呢 就是我放在自行車的地方 一輛自行車停了也沒上數的 我就想這個人肯定就把我的自行車騎錯了 我就推了那個自行車 我就找我的自行車 我就走到那個燕員派出所 我準備去報案了 我說我自行車沒了 這輛自行車沒人要 然後呢 當時呢 應該派出所他是不關門的 但是我當時去燕員派出所 走過那個燕員派出所的地方看 派出所大體門關了 關了我還進不去 我就沒辦法 我就把那個車呢 停到那個北大南門 我在南門附近 北大那個自行車可能有幾千輛 上萬輛 那麼多自行車 我在找 找我的自行車 然後呢 以後找也沒找到嘛 然後一看 我的自行車停了他的呢 被兩個小黑啊 推走了 我說這個車子 你怎麼推走啊 他說這車子是我的 我說你有用什麼 他說沒用什麼 沒用什麼 我說要是在我這兒呢 我說你是不是騎錯我的自行車了 他說我沒騎你自行車 沒騎我自行車呢 那我就說 那就還給你吧 就自行車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 然後還有一個小黑 他們以後說這些都是有背景的 有那個背景 還有一個小黑就認罵我了 他說你這個就是老不死的 你黑的我找了一個多鐘頭 我怎麼這些話 我說我都沒看你車證了 我說那你 到派手去 那個計拿 每個那個車證 就到派手 一看派手 把那個一個房間都佈置好了 然後呢 我去了他們挺高興的 然後就說 來來來來 快 快 快 你先吃飯吧 我說我不吃飯 我說我要帶到家裡去吃 等一下 他們的人就做一個醒問的那個歌 主要就出來了 然後我剛坐下來 他們宣問嘛 電視機就亮了 那個電視機就開始了 我說你們 一直就跟了 我說 你怎麼 我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我說你們 一直就跟了 我說 準備希望 就是設了個局 是吧 就是設計了一個 一個圈套 一個圈套 然後他們又說不上來 然後他問了我幾個問題 他說 你丟的自行車 是什麼自行車啊 我說 自行車是有一個鳥的 我說 那個牌子上有個鳥的 他說有個鳥的就是飛哥吧 我說也可能是有個鳥的 我說也可能是有個鳥的 然後呢 他們就這麼登記 沒有過半個鐘頭 他們用我的三輪摩托車 拉回了一輛自行車 拉回一輛自行車 一看 我說這自行車是我的 他說這個自行車是你的 你不是說那是飛哥吧 我說我的車子有個鳥 那個牌子 我一看是王鶴 也是一個鳥 那個鳥就這樣是王鶴 我說這個自行車是我的 我說你怎麼把我的自行車給弄走了 我說你講講 你解釋解釋 我說那北大有這麼幾千輛車子 你怎麼知道這輛車子 那給我弄到派出來了 他說你剛剛說的是 你的車子是飛哥嘛 我說我的車子是個鳥 我說這黃鶴 我說你不信 我這那個鑰匙啊 車鑰匙就在我口袋裡邊呢 我逃出來 因為當時那個車子啊 它那個車牌啊 跟那個 就是一個鋁片 然後是個牌照 然後我說都在這兒 他一開 他沒話說了 他說 他也不說了 就這樣 我說你們說我移動了人家的那個車子 等於我把那輛車子推到派出去 推出來就這樣 我移動人家的東西 就是偷了 那你們不是也同樣移動我的東西 也不是偷嗎 我說你怎麼知道這輛車子給拉回來了 他們也沒辦法說 但是他們是不講理的 他們不講理 他們就是跟我說了 你測速 我就測速 你要是不測速 我們就可以辦理 我說我就算偷一輛自行車也就關15天啊 我說按照法律規定就這樣 你就算偷自行車了 一輛自行車也沒多少錢 就這樣最多關我15天 我說我不測速 我說我不測速 因為他當時呢 確確實實 海電那個常務局長 領了那個打我的那個幾個警察 他都要給我下跪了 就是這樣 要我私了 我說我不私了 因為我當時呢 這個人大對表 然後呢 這個事情一報導 全國國地有很多信寫下來 他說一定要支持我 一定要我呢 把那個黨人的警察呢 給他一發處理吧 就這樣不能私了 所以我當時也覺得有點挺這裡的 然後想不到他們就是把我做了個圈套 然後就這樣 你測了我就測 你不測 我們就可以收人 我當時也就這麼想的 然後呢 這次呢 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以後呢 到了 到了那個 又過了一段時間 他們也不開聽 我也沒辦法 就等了哈 耗了哈 以後呢 他們呢 就是這樣 也不能說 有人給我寄那個 統合信 還有人給我打那個電話 他說 如果我不測售的話呢 我的屍體啊 會就是暴死街頭 然後呢 我的屍體呢 會在復原門的 就是圓明圓的附黑裡面 浮起來 意思就是給我打這種恐嚇電話 我當時也就想 難得理他吧 就是這樣 以後呢 他們又給我寄那個恐嚇性 裡面又一哭紅棗幾個花聲 就對表他們這種意思吧 就警告你 就這樣 你要是還跟我們做對的話呢 會給我花聲呢 就是對表子彈的意思 就這麼恐嚇我 然後 我還是不理他 就不理他呢 他以後呢 種種方法來恐嚇你 恐嚇你 所以講呢 以後呢 我這個情況呢 比浙江日報呢 也 當時《真正日報》也是挺支持我的嘛 也發那個 就是有人恐嚇我 有人來記那個花聲跟紅棗之類的東西 都給他報道 報道以後呢 但是呢 我還是收到他們那種恐嚇 恐嚇以後呢 但是到了12月 12月28號 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我老家呢 我的兒子呢 就出車戶了 就真正是報死街頭了 這個事情呢 我就沒辦法 把恐嚇我跟我兒子出事情的聯繫起來 因為要這麼聯繫起來呢 更加可怕了 但是呢 現在翻過來看 他們的這種做法 確確實實是 非常很暗 非常 就是什麼事情 你想不到的 他都能做得出來 因為我當時 很多人也都說 這是他們加害於我 我當時也在想這個事情 因為呢 他們確確實實 一定要我撤訴 不撤訴呢 他們就會收拾我 所以講呢 我兒子 我這個兒子呢 是 當時是26歲 那個兒子 我跟我女兒呢 我女兒呢 是比我兒子大一些 我們是搞順繪畫藝術的 就是追求那種順藝 純藝術的 就是這樣 我兒子呢 搞裝修做廣告 就是這樣 他呢 在家裡面掙錢 然後呢 就是支助我們 能夠在北京搞藝術 這麼一個情況 我兒子 出車戶以後呢 我們家 全員就是沒有辦法了 因為當時我兒子 就車戶了以後呢 當前就是 真是報紙街頭 然後當天晚上呢 我兒子是每天晚上都從這個 這個郭道裡面啊 就是我們當時台州那個 就解放南路那個地方呢 從那個地方轉到他住的地方去的 就在那個轉彎的地方呢 有一輛小戶車停了哈 然後呢 我兒子都沒有看到對方 對面有車子 他突然直接從河岸裡面開出來 把我兒子呢 給撞死 這麼一個很簡單的搞通事件 然後當時呢 我兒子女朋友就坐在後面 他在車上下來了兩個人 然後呢 種種很多疑點 那個車燈呢 一直就沒有開的 從河岸裡面開出來的 但是 你沒有辦法 你要去查 我當時要去查 但是呢 我去查的時候呢 海澱法院馬上 他明明知道我家裡出了事情 出了車禍 請了假回到台州去的 但是呢 海澱法院呢 馬上他就開了船票過來 他說要開廳了 我說我明明跟你們家裡出了這麼大事情 我說我到家裡去 給我料理我兒子後事的 我說你怎麼又開廳 而且他們還說了 你如果不來 就等於你的行政起訴 就跟你撤消了 我說我要來 我也來不了啊 我說我只能坐飛機過來啊 你那麼時間那麼接 你說我家裡出事的 你們還要開廳 所以講呢 這個事情呢 都是個問號 然後呢 我跟我還有小兒子嘛 當時他在中央美院 附中上學的一起回去 然後我們一起回來 回來以後 當就是第二天早上 好不容易九點多 趕到那個海澱法院 然後我這事情 當時也有很多的媒體 包括那個時代週刊 包括那個意大利的那個 什麼那個報紙 還有海外的報紙 很多報紙都來了 來了以後呢 到了那個八點半 都九點差不多開廳的時候呢 那個醒碰家 不是醒碰家 那個書記員出來了 他向大家宣佈 他講這個法庭呢 不開廳了 那大家都去問他 他說你想想看 那個當事人他家裡 車戶了 兒子 都 都 都 就是這樣 死掉了 你們把他 牆把他 來開廳 到了這裡 你們又不開廳了 什麼員工啊 他是醒患長病 醒患長病呢 你這個不是理由啊 你可以換一個人來開廳 你們不要開廳 這不是 非常地 一種不知道他裡邊 是怎麼操作 怎麼去弄 所以呢 當時 很多人 都 表示 抗議 因為 當時 袁鴻斌 他是 北京大學法雷系 一個 教授吧 他也領了很多學生 參加旁聽的 他說 我們遊行吧 我們抗議吧 但是你都沒用啊 他當時就這樣 法院就把你們這些人 包括那些記者 都喊到法院裡邊 一個房間裡面 一個一個都拿經驗的登記 登記了以後 就不讓他們 就是都讓他們走了 就這樣 不讓他們再說什麼話了 所以這個過程也是很可愛的 然後 那他不開廳 我也沒辦法 沒辦法 等於這樣 這個法庭呢 就當行政訴訟 永遠就是這樣 就拖下去了 拖了好幾個月 以後呢 他又來 檢察院又來了 檢察院來呢 跟我說 他說 我們提起公訴 警察 就是你別告北京市公安局 你就起訴 就是我們那個 檢察院起訴那個打人的警察 就這樣 我說打人的警察有三個 我說你也不能拿一個來做提示軌 就這樣 把他給判了 我沒同意 我說我 你那個 檢察院可以刑警 你就可以刑警 就這樣 我不測那個 行政訴訟 因為我當時 你案的時候也說了 就這樣 我是 行政訴訟法 剛剛頒了 那不 沒多長時間吧 我說我是檢驗 中國的法律的虛假 還是 真實還是虛假的 我說這個原因 我一定要把那個 官司打下去 所以講呢 到最後呢 他就 檢察院還是開廳了 開廳了呢 我呢 這作為證人 去法庭露了個臉 然後馬上跟你 你又不讓你這法庭了 然後連我說怎麼打我打的那個傷情照片 都不讓我出事 然後呢 我的那個當時 北京大學法醫堅定的給我做的是重傷 他們 他們反映之間 就這麼 走過長的 開了個法庭 然後把那個警察判了一年 晚刑一年 晚刑一年 那判了就判了 那我呢 還是不測那個 起訴北京市公安局的那個案子 當時他們呢 作為被告他們是 挺心虛的 就這樣 然後呢 顧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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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了那幾天嘛 等於那個法庭 升效了 就這樣 また我 我叫公安打電話來,說老爺,那個案子已經了啦,我們請你吃飯。 然後我剛剛好在朋友那裡,朋友說你去吧去吧,以後你在北京還要跟公安打交道的,還要跟他們碰頭的。 他們其實有這麼好意就這樣了這事情嗎?叫我去吃飯,我當時就想了,我回到那個畫家,我的畫室一看,我的門位站了兩個挺高大的那種,一看就知道那個人是便衣之類的。 兩邊都有人定了,然後我也沒想,都想,我就開了門,我就拿了東西,我就到海店,海店那個派出所去了。 我去那裡,他不是請我吃飯嗎?然後我去到那裡呢,到了那個派出所以後呢,他說,哎呀,你都來了,都快十二頂了。 他說,你剛剛請了,你一做飯,你不來,我們都沒辦法給退掉了。 那他就吃晚飯吧,他就好,就靠了我。 然後呢,我當時呢,我夫人在老家嘛,我們那裡,我是人大隊表,然後我們那個小地方,他們都知道, 有一點風吹草動,他們都知道,他說,北京來人了,他說要抓我。 然後呢,他們給我夫人說,我夫人馬上把那個消息呢,要跟我說知道。 但是呢,我夫人給我打電話,我當時都是沒手機,就BB機的。 BB機想,我一看是我家裡面打的電話。 然後我要去外面接電話,那公安派出所所長就跟了他。 他說,我領你去,我領你去。 我說,我知道那個電話,電話局在哪裡啊。 他說,那你就到我辦公室打吧。 我說,我辦公室那個電話,免費給你私用。 他把我就喊到辦公室去打電話。打電話,他不給你接衛線,你怎麼也打不通的就這樣。 反正就耗了,等一下呢,北京市公安局原來辦我案子的那叫,法治辦叫楊曉玲吧。 他就進來了。 他進來了就是,跟,跟,跟開始還是,因為以前他都是裝了一副好面空的嘛。 他還給我握手呢,然後他搬了一覺。 然後跟我說,我的事,我的事完了,你的事沒有完。 我說,我知道了,我說,我是魚肉,你是刀主。 我說,你愛怎麼弄就怎麼弄吧。 這個過程呢,就怎麼簡單,也怎麼。 然後呢,晚上就給我看起來了,這派手看起來了。 然後呢,第二天呢,他們就把我拍的時候拉著去,然後把我送到那個監獄裡邊去了。 楊老師,我打斷您一下。 楊老師,對不起,打斷一下。 因為我們的節目呢,是一個小時。 那我們今天呢,就不得不在這裡打斷了。 就說,我很想聽您的講述,也特別細緻。 但是我們的節目是一個小時。 楊老師,我們下回繼續談。 那我們現在談了半天呢,我們還沒有去到北大荒,很遺憾。 今天我準備了很多的題目。 楊老師,因為她是親戚人,她把很多的細節都告訴我們。 但是我覺得歷史,就是說需要這些細節,讓它更加的豐滿。 那麼在下期節目呢,楊老師會做一個老叫善。 不是,沒關係,帶我們去北大荒。 那麼下期節目再見。 因為以後呢,我還會請楊老師來跟我們談她怎麼樣跟她的夫人雕塑了張志欣和林昭的像。 那麼這個前後呢,有很多的曲折的,風風雨雨的各種各樣的故事。 那下回節目再見。 非常感謝楊振學老師。 感謝我們的導播,感謝我們的觀眾。 那麼請您繼續關注藝術家楊振學先生的故事。 謝謝,今天就到此,謝謝。 打開明鏡電視,每次都是新世界。 節目中言論為個人見解,不代表明鏡的觀點或立場。 YouTube頻道名,明鏡火拍。 蘋果博客名,明鏡火拍音頻版。 網站 www.明鏡news.com 推特 at 明鏡news 臉書 facebook.com